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此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 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 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 根据双方商定 习近平主席将同拜登总统 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 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妥处敏感问题 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会议取得积极进展 完成持续六年之久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子谈判 达成相对平衡的政治成果文件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等 五十多项决议 为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奠定了基础 此次会议将对下阶段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但由于发达国家对适应 资金 技术支持 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 并未给予充分回应 本次大会仍有遗憾和不足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仍面临诸多挑战 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 香港特区政府 有权依据一国两制 和香港特区基本法 就签证申请 做出决定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社会重回安定 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广大香港居民 以及所有在港媒体记者 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 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事实上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进入香港的 境外新闻媒体及从业者 有增无减 截至2021年4月 驻港外媒 总共有628名 持工作签证 外籍员工 相较去年同期 增加98人 增幅为18.5% 就拿经济学人许例 一年来 该家新闻机构 在港的外籍员工人数 创下了22%的增幅 数字不会说谎 希望有关方面 遵守 新闻职业道德 客观公正的 开展涉港报道 中国统一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坚持一中原则 也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 一切 为台独 撑腰打气的行径 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都不利于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应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立即停止 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所路一条 任何斜阳自重 以武俱统的图谋和行径 都必将失败 台湾民进党当局 关于制造国际支持的假象 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打气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改变不了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优化能源结构 减少煤炭消费比重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尊重各国国情 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 许多发展中国家 仍然没有普及电力 和充足的能源供应 在要求各国 结束煤炭使用之前 应首先考虑 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缺口 确保这些国家的能源安全 我们鼓励发达国家 切实率先停止使用煤炭 同时也鼓励发达国家 切实对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 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 和能力建设支持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口号 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意识形态化 针对特定国家 人为设置贸易和投资壁垒 美方近期又迫使台积电 三星等企业 向美国提供芯片供应链等数据 还美其名曰 他们是自愿的 这些行径 不仅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割裂全球市场 最终也只会损人害己 这些法案 如果通过惩罚 势必严重绑架中美关系 严重干扰两国正常交往合作 损人不利己 对此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美国国会有关议员 应该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审议 推进有关涉华消极议案 删除涉华条款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